各位好,这里是有考拉FM独家出品的评论节目考评会,我是凡素,今天要来说说朝鲜。 3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会议,会上各国以15票赞成,一致通过第2270号决议案,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舆论认为这是朝鲜遭遇的最严厉的制裁。 而被视为朝鲜最亲密盟友的中国,也破天荒地投下了赞成票。 这份决议案谴责了朝鲜无视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在今年的1月6号进行核试验,又在2月7号以发射人造卫星为名,试验远程弹道导弹,并且敦促朝鲜重返六方会谈谈判桌。 那么这项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包括哪些具体的措施呢? 首先就是禁止向朝鲜运作可能用于核试验导弹计划的物品,冻结可能与核试验导弹计划有关的金融资产。 第二,禁止向朝鲜出售和转让武器、航空燃料等,并且禁止从朝鲜进口稀有矿产。 第三,联合国成员国必须对朝鲜的全部进出口货物进行强制检查,禁止出口奢侈品到朝鲜。 第四,联合国成员国驱逐从事违反联合国决议或者其他非法活动的朝鲜政府官员、外交官等等。 还有一点,对多个朝鲜机构和个人实施资产冻结或者旅游禁令,其中包括了朝鲜国防科技学院、多家朝鲜银行以及朝鲜驻叙利亚、伊朗和越南的贸易代表等等。 朝鲜方面并没有回应安理会通过这一轮制裁决议案,不过在日内瓦出席联合国裁军谈判会议的朝鲜驻联合国大使徐世平,日前重申了朝鲜的核威慑力,仅仅是为了确保朝鲜半岛的稳定,避免朝鲜受到美国威胁,并且强调他们不会使用核武器来对付韩国同胞。 就在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后的不到12个小时,韩国国防部称,朝鲜在当地时间3月3号早上10点左右,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6枚短程导弹,这被视为是对制裁决议的武力示威。 而在安理会通过制裁朝鲜新决议草案的会议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刘洁一发言说,中国始终主张通过对话谈判等政治和外交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 他强调,制裁不是目的,安理会决议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今天的决议应该成为政治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的新起点和铺路石。 那么这项决议到底能不能奏效,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削弱朝鲜核武计划的资金、技术和获取其他资源的能力? 中国又为什么会赞成对传统盟友的制裁?中朝关系会因此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六方会谈的六国到底在想一些什么?在通过决议的过程当中,各方经过了什么样的博弈? 今天我们要来听两位专家的分析。 一位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王江宇,另外一位是凤凰周刊专注朝鲜问题报道的编辑齐飞。 一位是学者,一位是媒体人,我们来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什么样的不同。 首先是王江宇教授的分析。 首先就是这项制裁决议对朝鲜到底有多大的威力? 因为我看到纽约时报,也看到BBC他们有这种收效存疑的报道。 一个是说觉得制裁各项其实它是有漏洞的,比如说它仍然可以去买石油,仍然可以去卖矿产。 第二个是对中国会不会强有力的落实也抱有疑问,担心中国会放水啊。 比如说日本媒体他们就会持续的报道,在中朝边境能看到中国有货车, 还是驶过中朝大桥往朝鲜输送物资。 所以这两个方面就造成大家对最后的收效是有疑问的。 您怎么看? 这个制裁呢,它其实已经是,这确实实是如美国代表所说的, 它是过去几十年来应该是幅度最大的,最为严厉的一项制裁决议了。 要不然的话,像美国代表也不会那么满意,至少美国代表没有抱怨。 那么以前的联合国多次通过制裁决议,那其实幅度都很轻的。 而且呢,美国也比较不满意中国和俄罗斯的态度。 中国以前是把朝鲜视为一个坚定的盟友,是要小心翼翼地维护跟好关系, 而且去保护朝鲜的对外的几乎是一切的利益。 那这一次呢,其实你看它制裁的内容来而言,已经是有点刺刀剑红的意思了。 你比如说包括对于,矿态实际上是已经不能出售了, 那石油呢是没有包括在内,但是因为石油是涉及到民生的嘛, 包括对这个朝鲜的有关公司,有关人员, 然后那个流向朝鲜的这个大楼资金, 还要对银行账户的撤销,对它的资金的封锁, 其实这个已经是很严厉的了。 那有些看法呢,当然它是一个十一百的制裁, 但是制裁是不是一定具有效, 或者说制裁就是百分之百分之,能封锁各种漏洞的, 这个不能够过于非毛求刺的, 只能到现在这一步呢,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 因为漏洞当然是任何制裁都是有漏洞的, 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都是有漏洞的, 要不然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大量的走私贸易的存在啊。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中国给它放水, 会不会中国其实并不真诚,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一个大概你说的这个日本的有关的报道呢, 这也是有点小人之心动君子之火了, 而且这是缺乏逻辑和基于事实分析的一种说法, 因为如果中国不愿意去真正的去落实它的话呢, 那么中国就不应该一开始就这么积极的去参与, 而且呢中国外长呢也多次说要让朝鲜付出代价, 而且对这个草案的形成过程中, 中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几分之一人已经得罪了嘛,对吧, 你以前你既然不想得对它的话, 一开始就应该像以前的两财产一样, 一开始就应该反对制裁, 而且把制裁的那个范围限制的很窄, 而且程度也很轻, 那这一次既然这样做的话呢是一定会比刑的嘛, 否则的话他就第一步都不会做的, 因为制裁并不是说封锁那个中朝之间的边界线, 然后中断中朝之间的所有的贸易, 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日本的媒体说有看到这个货车继续驶过去的话, 那还有和民生相关的贸易的问题, 对吧, 而且关于这个制裁国际上它是有一套监督机制的, 那这个事情美国人肯定也会盯得很紧, 所以呢对这个问题我倒没有什么需要担心的我觉得。 好, 另外还有就是有些眼尖的国际新闻的记者, 他们就发现北京和华盛顿对于两国政府同意了什么内容的表述, 仍然有着明显的差异, 比如说美国看中的是强大而统一的国际回应, 但是中国呢强调的是制裁本身不能解决, 半岛核问题, 最终还是要回到对话谈判的轨道上来, 特别是王毅外长他反复提起, 中朝悠久的友好关系, 制裁只是针对朝鲜军方, 不能影响普通民众的生活, 所以呢就让不少的国际媒体对于制裁前景和效果都感到疑虑, 您怎么看中美官方的这种表述的差异, 您又怎么理解王毅外长这段话? 虽然这些没有什么必然的冲凑吧, 美国呢就希望这一次在国际上的统一战线, 把中国和俄国都纳入进来, 那么尤其是中国, 中国过去呢, 中国是被视为是朝鲜的, 不管中国愿不愿意这样认为, 不管事实上是不是这样的关系, 中国是被视为朝鲜的保护战, 对吧, 那如果没有中国的统一的话, 没有中国的配合的话, 任何素材都无从谈起, 在朝鲜半岛有任何动作的话, 那也不能够无视中国的态度, 那么美国这次确实是花了大力气, 展现出了相当大的决心去, 要把中国争取过来, 中国这次已经是错天荒的同意, 对朝鲜施加这么大幅度的严厉制裁, 已经是和以前的态度比赢是迥然不同了, 但是中国基于两个原因, 那是现在的立场是基于两个原因, 第一呢, 中国肯定不是, 基于中国还和朝鲜之间, 还是有一定的特殊关系存在, 那肯定不是说, 希望就制裁成为目的, 制裁只能是一个手段, 你要解决问题的话, 还得谈, 还得谈, 比如说就这样子就制裁下去, 因为到最后, 如果制裁下去的话, 不管朝鲜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的是发生战争, 那另外一个可能性的是政权倒台, 那么产生大范围的难民危机, 都是首先要中国来承受的, 对吧, 所以呢, 中国这种希望它回到, 这它本身是手段, 不是目的, 希望尽快回到谈判的道路上来, 这是政治上很正确的说法, 对吧, 就算美国, 美国人也不能说反对到最后对话吧, 只要能解决问题嘛, 第二个呢, 是它也是符合中国的, 在朝鲜半岛的地缘利益, 所以这个立场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而且不过和美国的立场, 在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必然的冲突,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哈, 到底这中间是怎么个一个博弈过程, 在达成决议之前, 其实中美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谈判, 有七个礼拜这么长的时间, 而且一开始看到俄罗斯也在质疑这个草案, 但是在中国的劝说之下, 最后他们也是同意, 有人就说中国愿意投赞成票, 是因为这个萨德计划的存在, 所以呢就选择主动妥协, 条件就是你美国不得再部署萨德计划, 另外也担心美国和韩国, 他们最后会彻底的联合起来, 这样中国就会非常的被动, 想听听您的看法, 另外就是俄罗斯它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中, 他们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萨德这个问题呢, 是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相当关键的因素, 这个事情不能够否认, 因为中国的对朝鲜的政策, 对朝鲜半岛的政策, 过去长期以来是一种, 你可以说是一种不愿意声势的政策, 也可以说是一种抹心迷的政策, 那么这个政策呢, 在西式牛人的政策, 但这个政策呢, 在过去几年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主要来自两方面的挑战, 就是一个是朝鲜这种比较积极有为的强硬态, 朝鲜进行核实验, 发射导弹, 而且呢, 对外展现相当强硬的姿态, 朝鲜这种积极有为的强硬政策呢, 那么是中国的西式牛人的态度, 已经盖不住了, 中国也控制不了朝鲜, 那么也不能够阻止朝鲜的这些行为, 那么正是因为, 而且因为中国这种比较西式牛人的态度呢, 朝鲜也不把中国看在眼里, 觉得中国不管怎么样, 就是也不能够做出什么事情来, 也没有什么强硬的态度, 那另外一个呢, 美国呢正好是现在目前, 很多事情都是美国的回归亚洲这个大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么美国回归亚洲的大战略的重要的步骤, 就是要强化美日同盟, 美韩同盟, 对吧, 那么对美国来说, 美国在这个世界上是赢家, 因为他确确实实已经强化了, 借此强化了美日同盟和美韩同盟,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美国也是积极有为的, 那么中国这种稀释明人的摩西尼的政策, 碰上这两个积极有为的角色之后呢, 你就显得一时显得手足无措, 那么中国一开始呢, 也是势头提起其实已经被作废的六方会谈, 然后呢还提起反正种种呢, 说自己的各种底线, 但这些底线其实你提出来不是解决问题, 它对于解决问题没有什么积极的建设的实际的意义, 美国类似在背后起到了主导作用, 能够看到美国相当大的政治决心, 甚至是提出了萨德的问题, 那么萨德这个问题呢, 是萨德系统那个问题, 对美国来说它十一十两两, 对吧, 那么部署萨德呢, 它可以就是完成美国的, 美国的全球反导系统的重要的一环, 美国呢在日本是部署有, 然后呢在好险半岛东海一旦呢, 主要是通过海基的系统, 但是海基的系统呢, 它第一没有陆基系统便宜, 而且没有陆基系统稳定, 所以呢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 就是它全球反导系统的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对美国来说这个事情是很好的, 那但是呢萨德系统是严重伤害中国的地缘政治力, 而且严重无疑解中国的国家安全, 美国这个事情提出来之后呢, 是对中国来说对这个问题就不能够掉以轻心了, 对吧, 你以前的那种, 以前那种牺牲你们的态度就维持不下去, 否则的话就是你自己的国家安全, 你自己的地缘政治利益受到直接的伤害, 所以呢你看中国在, 中国代表刘洁一在最后讲话的时候, 还把萨德的问题反复拿出来说, 说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那也是提醒美国人, 既然我已经跟你互相配合了, 萨德就不要再部署, 那么美国呢, 当然也是渗水追踪就提出了延缓部署萨德了, 然而这种如果中美以后在朝鲜半岛有什么问题的话, 美国还是把这个事情再会提出来, 它始终是全在于投定的一个所谓的达姆克里斯之间, 实际是可以威胁力的, 但是呢不得不承认这个萨德系统呢, 是起到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 而且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这一次在这个问题上也展现了相当大的政治决心, 俄罗斯的立场怎么分析呢, 俄罗斯现在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几乎已经是被边缘化了, 所以俄罗斯起不到什么主导作用, 它最多起到一些走蓝的去破坏的作用, 那么这一次呢, 国际公认主制造是因为中美达成一职, 对吧, 因为中美很显然这一次能够看出来, 中美在全球核不扩散问题上, 在朝鲜半岛的几个朝鲜半岛不能核武化这个问题上, 还是拥有共同底线, 俄罗斯重新起到一些在旁边找一找事, 朝鲜的问题没有涉及到俄罗斯这根本的问题, 俄罗斯的远中地区本身它也不是很杀杂的, 没有多少人, 朝鲜拥有核武器可能最大的受害方可能就是中国, 所以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它就是, 第一呢它要刷存在感, 它要独现自己的存在, 然后呢所以它就把17个人减到16个人, 对吧, 另外一个问题是, 它要趁机做个好人, 人家都要制裁朝鲜, 然后呢它就通过一些手段去展示, 它还是朝鲜的朋友这个事情, 跟它没关系, 虽然到最后它也是投票赞成的, 它也可以说自己是谁大六, 对吧, 它也是企图, 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企图左右逢圆了, 而中国的这一次呢是决心给朝鲜点颜色看看了, 所以这是中国之间的态度的不同的原因所在。 好, 那中国的态度发生这么大的转变, 愿意为这种史上最严厉的制裁投上同意的一票, 是不是意味着中朝关系会发生变化, 是不是也同时宣告着过去对朝鲜的这种外交政策, 它实则是失败的呢? 也不能这么说, 也不能说完全是失败的, 但是至少在过去, 在90年代以来对朝鲜的政策应该说不算是很成功, 当然事宜事宜到什么时候说什么时候的话吧, 那中国现在这一次改变态度的原因是因为确实忍无可忍, 在一个朝鲜的以前的领导人, 包括金正月时代呢, 至少还是跟中国领导人之间有些较为密切的关系, 而且是互相顾及点面的, 还是会做人的, 那金正月上台以后呢, 就有点这个就非常的鲁莽, 而且他行使丝毫不顾及中国的利益, 就既不顾及中国的实际利益, 也不给中国领导人脸面, 就是一种肆无忌惮的自我重新的行为, 在你经济上严重依赖中国的情况之下呢, 还是这样子的反映了朝鲜领导人呢, 在国内这种封闭的系统之中, 以他自我营造的这种强硬的形象之下呢, 他很大的这种膨胀, 他已经自我膨胀了, 而且呢, 他已经失去了判断国际事务的能力, 而且呢, 其实把中国当, 把老虎当成病猫了, 所以呢, 这是他应该付出的代价, 对吧, 而且中国对他确实已经忍无可忍, 而你要不让他付出代价的话呢, 朝鲜还会继续毫无顾忌的去一条道走到黑的, 所以对中国来说, 目前也没有什么选择了, 没有什么选择了, 那以后会怎么样子呢, 要看朝鲜因为这个制裁而后的继续的演变, 比如说他的内政, 他内政呢, 其实说实话, 其实并不是外在国家所关心的, 他是一个国民赤贫, 而且专政到极点一个家庭政权的一个国家, 对周边的大国来说, 只要他不在朝鲜半岛惹是生非, 那也就算了, 当然制裁呢, 不一定能够引起政权更迭, 而且也不见得, 中国也不见得愿意他引起政权更迭, 但是呢, 就希望他在他的外, 对外行为上, 行至他削弱他发展核武器的这个能力, 让他少有一些挑衅的行为, 那么以后呢, 就只能走着看了, 对吧, 但是这一次制裁呢, 至少已经说明, 跟朝关系呢, 是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那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路呢, 是朝鲜的政权崩溃, 对吧, 政权崩溃的话呢, 那大家只好一切都重新来, 退导重来, 那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呢, 半导的各个国家, 韩朝中美日, 重新再建立一套新的关系, 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朝鲜呢, 改权中将也不要去进行核武器实验了, 发展自己的民生, 发展自己的经济, 走中国以前的道路, 逐步的去改革开放,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中国和他建立起一个正常国家的关系, 可以互利互惠的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呢, 以后就看了, 中国呢有一个, 我们过去在对朝鲜的这个政策呢, 是受制于一个教条, 就是说不干涉他国的内政, 但中朝关系是很特殊的一个关系, 而且它是一个邻国, 它对中国经济上的依赖的话呢, 是很大的,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它对你经济上依赖这么大, 你也对它的援助这么多, 而且呢, 它造成的威胁也很大, 你不干涉它的内政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 是一种自伤的形, 是一种很自害的形, 所以在一个比较好的办法, 是为了引导朝鲜主向改革开放, 为了朝鲜, 引导朝鲜去发展经济名声, 其实呢, 应该找机会去介入朝鲜的内政, 而不是说不干涉朝鲜的内政, 所以呢, 这应该是, 应该是未来考虑的一个方向了, 嗯, 您刚才说, 金正恩他, 他有一点就是自我膨胀到, 已经失去对国际事务的判断能力, 哈, 不过我也看到, 有另外一个分析, 就显得他还是挺有心眼的, 就说, 他是故意的, 就故意让朝鲜处在这种, 可控和不可控之间, 他弄弄核实验啊, 发发导弹啊, 你就可以看到, 中美韩日俄这几个国家, 因为各自的利益打算, 在那儿吵架, 越是这种看上去混乱的局面, 其实他金家就越能够把这种制裁当做工具, 来解决他自身的问题, 甚至是巩固他的这个统治, 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我, 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像编小说了, 所以本身这种说法本身没有什么意义, 他没有什么现实感,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金家的政权已经是很巩固的, 就没有听说过他在国内受到什么方面的挑战, 所以他没有什么需要巩固政权一说, 他的外在的很多行为呢, 是和他的比如说和他的这个民族主义有关系, 和他对自己对朝鲜对自己这个定位, 定位有关系, 而且还有对其他国家的认识有关系, 比如说他就一直认为中国之所以给朝鲜这么多援助, 不是朝鲜有求于中国, 而是中国有求于朝鲜, 而是那个因为中国呢要对抗美国, 所以呢朝鲜是一个什么桥头堡, 是一个缓冲地, 那么如果失去朝鲜的话, 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就不得了了, 就会坍塌了之类的, 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认识, 所以呢这些这种认识的都是很, 都是很背离现实的一个理事, 你在你自己国内并没有受到挑战的情况下, 你现在造成了这一个局面, 尤其是中美两强在这个问题上呢, 达到了一致意见, 而且呢招来了这个有史以来最严厉的这个制裁, 而且呢你要不输手的话, 可能以后的制裁越来越严厉, 那他制裁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导致你的实力越来越削弱, 对吧, 你拿不到, 你挣不到钱, 你拿不到资源, 然后你的军队都到补给, 对吧, 你要穷奢即遇, 你也拿不到奢侈品, 对吧, 你这个对他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什么好处的, 对吧, 你实在也很难想象对他有什么好处, 因为他是一个高度封锁的国家, 他也不开放, 他目前并没有说什么需要把内部毛对向外部转移的问题, 对吧, 就是因为他这种自我膨胀脱离现实而采取的这些行为呢, 导致朝鲜本身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利益受到重大打击, 所以你说的那种说法, 他从中余地, 你看不出来有什么立刻余地, 现在是立刻大的制裁方案来了, 他到底有什么, 有什么地方能让他余地呢, 看不到, 对吧, 好的, 谢谢王教授逻辑非常的清楚, 接下来是七菲的观点, 可能跟王教授看法最大的不同是对俄罗斯角色的判断, 现在看外交辞令和这些媒体的报道, 就是说他制裁的目的是削弱朝鲜核武计划, 筹集资金获得技术和其他资源的能力吗, 就现在媒体披露的消息来看, 你觉得能奏效吗, 以前很多人觉得跟伊朗核实验相比, 好像对朝的这个制裁手段一直就这个力度非常差, 然后其中指责的很大的一个原因就觉得是因为有中国的这个角色, 就觉得中国一直还是在给他一些援助, 或者是跟他进行一些贸易往来, 但是这次这个制裁呢, 对外来说的话, 我觉得中方来说是达到了自己的一个之前的目的, 第一个是中方其实这次在他那个核实验之后, 中方有一个表态说, 就是朝鲜必须要为他做的事情付出必要的代价, 那这样很顺利的通过这个, 我觉得中方这个态度还是很明确, 但是呢中方跟西方, 尤其是应该是美韩日三国不同的是, 我们一直强调这个不可以影响朝鲜的正常民生, 就是我们只是在这个遏制他核武器和导弹的开发, 那可能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如何来解释用于民生目的, 还是不是用于民生目的, 这一直是一个国际在媒体在这个质疑的一点, 比如说我们说那个以前那个联合国的安理会, 他曾经有一个调查报告, 他说15年的时候朝鲜公布了一个运载300毫米, 直到火箭炮的卡车, 后来发现这个跟中国公司的一个产品是一模一样的, 中国在答复这个时候说, 我们当时卖给他只是说, 用于他的民事活动, 不知道他把这个改, 就是说只能是用木头这样的事情, 结果呢, 他拿去装火箭炮, 那我们不知道啊, 所以可能这种问题上到底怎么勾夹, 然后是不是被朝鲜所利用,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再一个是朝鲜其实一直是被认为说, 就是他在这个对付制裁来说是非常非常有手段的, 就是过去他, 比如说在这个船只, 就我了解的, 他经常换这个标签, 然后他的这个很多运载东西的时候, 他也是基本上有自己的一个办法, 用一些空客公司或者是这个幌子公司来帮自己做, 包括他很多办事处其实是设在中国, 或者是香港澳门这种地方, 前几年其实陆续有这样的新闻披露出来, 但是中方肯定从这个政府的角度一直是说不太清楚这种情况, 或者是说你要是一网打进, 那可能会影响到正常贸易,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 而且还有说法就觉得好像金正恩他也很擅长去处理这些所谓的制裁, 你看在隔了不到12个小时他不就发了一个短程的导弹吗, 这个一方面可能是他对这样的制裁表示抗议, 另外一方面可能也表示说他并不怕, 软的硬的他都不吃这道, 反倒有人会觉得如果这么个制裁的办法的话, 看到中国也好,韩国也好, 美国也好, 甚至包括日本俄罗斯也好, 你们都乱做一团, 反倒是更加就是强化了我在国内的这个统治, 会不会? 对, 每一次的制裁, 包括每一次做事业之后, 国际之后就是他的反馈, 基本上他都是用这个, 要么放弃煤炮, 这一次是说像那个东南海域扔了几个导弹吗, 之前也有过, 然后就是发表大量的这个长篇论文, 但他主要是骂韩国, 其次是美国, 这一次也是有同样骂朝鲜会, 我记得已经, 这应该第二次了吧, 就是长篇大论开始骂这个邻国, 然后我觉得他就是让国内的, 因为虽然像朝鲜这样的国家, 但以前一直很多那个就是了解情况的人总跟我说, 他说其实他也是有一个名义在的, 但是他的名义是说, 你只要很强硬, 对外里像你刚才提到这样, 那这个朝鲜人也会觉得我们就不会怕, 我们不会担心, 然后再一个我觉得, 其实这次之前其实是朝鲜方面, 其实是有一个变化, 就是在之前那个朝鲜和韩国开城工业园的问题上, 这次关闭开城工业园之后, 其实一直是韩国方面比较那个强硬, 然后朝鲜会在国会表态, 然后之后发布了这个对朝的制裁, 然后美国众议院同样加大了制裁, 我是觉得这个连带反应当时可能让朝鲜有一点点措手不及, 然后他可能有点担心会不会, 哎, 韩美这个时候要动真格, 所以我觉得那个一个月左右, 其实朝鲜有点软, 但是过了这一阵子之后, 他觉得, 哎, 好像没有真的那样动静之后, 他又跳出来, 然后又开始继续嘛, 所以我觉得他是有一个, 他的那个, 就是tempo有一个, 然后有他的那样的逻辑, 所以在这样的国家, 可能一个是我觉得这个国际之后, 这几个国家必须要团结, 除了像这样的制裁, 我觉得光是决议出来, 最重要的是你怎么落实决议, 是不是能够每一条都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而且我现在尤为担心的, 我反而觉得不是中国人, 反而是俄罗斯, 因为就在这次, 这次制裁本来应该是1号那个公布的嘛, 然后我一直守着那个电脑, 结果突然看到那个谈出的消息说, 因为俄罗斯, 他要提出一个最后24小时审核程序, 所以这个矫决时间就被拖了, 拖到了2号, 我们的就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21点嘛, 所以觉得这样来说的话, 其实俄罗斯在最后为什么要, 就是感觉是给这个时间做一个缓, 而且就在同一时间1号的时候, 俄罗斯还向朝鲜捐赠了价值400万美元的小卖, 虽然他说这是人道主义援助之类的, 但是很多人都觉得, 是不是接下来朝鲜觉得中国也要对我们强硬了之后, 他也会寻求新的通过口, 因为每个国家的自己还是以本国利益优先考虑, 可能在俄罗斯的版图上会觉得朝鲜一体也是一个他可以为之在这个利用的, 或者是跟美国在RBU时候的是不是一个武器, 所以我觉得可能接下来还可以还有这么样一个制约的因素, 那怎么看中国最后在联合国大会的时候也是投了赞成这一票, 官方我看环球时报不知道他能不能代表官方啊, 他发一个评论就说中国已经尽力了, 但是还是要制裁, 这个态度对中朝关系或者对中国对朝政策它意味着什么? 之前我一直认为中国这次会同意这个制裁, 因为我觉得当时那个王毅外长说的话已经比较明确了, 而且当时他还说多一句话, 就是说这一次的制裁之后很可能会影响中朝关系, 他说这个是意料之内的, 就是外交部还是比较少发这样的表态, 那么说到会不会因为这样一下子让中朝关系面对一个就是很大的问题呢, 我觉得倒也不一定会, 因为中方还是很强调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就是他会认为说我们只是制裁这个核实验的部分, 但是我们对民生来说我们不会遏制, 然后而且还是再次强调中方的立场其实是让这个朝关问题重新回对话轨道吧, 他还我们是一直希望能够重新恢复这方会谈的, 包括这一次决议的决议的当中专门提到了就是在核心的地方提到了这样一句, 很多我看官方媒体他们对这个的解读就认为这个是中国的这个意见起到了一个坐拢, 但是对中朝关系来说我觉得可能可能影响的其实是你现在讲可能是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比如说中国在制裁当中你是一方面加入了这个联合国的制裁, 但是同样其实还有一些单边制裁, 就是美国的制裁,韩国的制裁和日本的制裁, 那美国在制裁朝鲜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公司是跟中国存在贸易关系的, 我会认为这个其实间接也会影响到中国企业, 所以这个方面我觉得会受一定影响, 那中方在面对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做, 这个我觉得可能现在讨论的很少, 或者有些人没有关注到这个点,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中国制裁当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出我们的政治关系啊, 或者是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因为中国近几年的表态都是比较统一的, 并没有说跳跃性或者是改变很大, 所以我觉得朝鲜对这个东西应该是听吹作鸣的, 而且我看朝鲜在最近这一次骂韩国的时候他提到了中国, 但是他并没有说中国不好, 他只是说你看看韩国先开始拉拢中国, 后来又把中国踹掉, 中国背后被插了一刀, 是这么样的一句来提到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挺值得玩味的, 他并没有认为说我们起码没有公开说中国在其中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要么就是可能中方跟朝方其实也达成了某一种协议, 但是一方面可能中国觉得这次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所以在这个强大的一个大的环境之下, 可能我觉得对朝鲜来说可能他一定他要接受这个结果, 然后再一个刚才其实漏掉了一点就是很重要的是, 我觉得那个大德的因素可能提到了中方这次很愿意投票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因为之前很多人认为甚至说了有点过分的是认为, 可能这次能够解决这个暂时的这个核危机, 其实就是靠这个就是大德系统来换取中方的朝鲜制裁, 当然这个说的有一点点破了, 但是从俄计上来说确实有一点像, 可能如果没有萨德的问题, 我觉得可能中美的合作不会这么的通畅, 但是呢在做了这个合作之后, 有没有可能美国继续要放萨德, 中国还是坚决不要, 会不会这个当中继续在这样子, 怎么说斗争和妥协不停地往复下去,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可能我觉得这样的两点都是值得我们继续去关注的。 好,非常谢谢七飞, 不论最终的制裁效果如何, 但就中朝关系来说, 这恐怕都会是新的起点和转折点。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考评会的内容, 谢谢大家的收听, 翻搜在香港, 中文健康平安。 有任何想说的, 在新浪微博告诉我们搜索考评会就可以了, 或者在我们的节目页面下面留下你的评论, 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 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